上回说我从农昌几家搬家到成都 咦 九一就说 嘿 你在农昌什么时候谈恋爱 什么时候结婚呢 那我在这补充一下 我谈恋爱也是具有全奇色彩的 有心在花花不和 无心茶柳柳成荫 我在老家的时候 谈到两三个女朋友 都是不合适 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是做销售的吗 我学校做快乐之后 我去销售的兄弟 回来的兄弟们 晚上经常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 我们有个兄弟两个人回来 我们在那聊天 有时候打了补课 就说今天晚上 跟谁在一起吃饭 一个女的 他们老乡很漂亮 在什么农昌 那个通达药厂里面做销售 是八中南疆的 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说你要准备介绍 给我去拿个同事 做女朋友 当时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 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你有电话 我帮你考察考察 我那时候是说 跟销售坏得很 不能给他电话 到时我就斗气 我说 你信不信 我马上把他找到 我那个人 人也关系很好 那个药厂里面 好几个管理人员 都是我的哥们 他们说不相信 我说不相信 好马上手机摸出来 给他们尽力打电话 那个我说 颜哥 你们销售是不是 有个叫李婷的 他说是 他说我们在一起 在吃饭 我说你让他接电话 我说这个 他把电话一接了 他你是谁啊 那个你 我那个李婷 他有什么老婆嘛 当时还不是我老婆 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你的老乡 我是八中南疆的 其实我是农昌人 我知道他是南疆的 我是八中南疆的 我在成都工作 我在农昌工作 当时他那边很吵 然后就说 南疆谁啊 我说我是你老乡 明天我们再联系 你接着我电话 你明天跟我打过来 第二天 他们晚上人多嘛 不方便 第二天他就跟我打过来 打过来之后 他就又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家里上班 做修业的 我们都是同行 我是你老乡 什么时候有空 喝个茶聊聊天 就这样约出来 一来二往 每天上班接一下 下班接一下 然后我有心在话不活 本来是把他 准备把他建设给 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 把他建设给另外一个同事的 然后经过我这样 一来二往 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 就认真地追她 然后就成了 就在农场成了家 成了家之后 带过小孩儿 伴续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到成都了 我会把他与我们的首次 也会变得到 我会变得到 我会变得到 我会变得到